股息派发每年超过20%的股票 各位要不要了解一下 大家好 我是Mike 欢迎收看今天的Gold Markets热门话题部分 我们知道传统来说 澳洲的蓝筹大盘股 他们的股息回报率 在疫情之前最高的那就是银行金融板块 最多时候能够达到6%至7% 但是呢 最近那么几天 有部分的股票它的派息幅度 曾经一度是高达了17%以上 今天我们就来介绍一下 澳洲排名前50位公司中的 著名矿老板公司FMG 那么什么是FMG或者它这个公司 到底是干什么的呢 我们知道澳大利亚呢 作为著名的矿业大国 它目前以市值来排名 第一矿业公司就是B和B托 第二呢是利托 那作为矿业或者是矿产行业里面的 排名老三FMG 也是在过去12个月中 铁矿石价格暴涨 受益最多的公司之一 那相比于B和B托 一直以来专注于铜铁 煤油四大板块 利托呢是专注于铜铁铝 三大板块 FMG相对来说 它95%的利润来自于呢 仅仅是一个铁矿石 那么根据昨天 FMG公布的财报显示呢 由于在过去12个月 铁矿石的价格上涨超过了 1.7倍以上 因此呢 它的全年净利润增长幅度 高达了117% 并且呢 在今年下半年 FMG宣布它的股息的派发额度 为每一股将会派发2.11澳元 咱们要知道呢 在本周一 FMG大涨6%之前 FMG在上周的价格 基本上是20块钱 以它现在下半年是2.11 全年派发力度呢 大约是在3块5毛钱左右 那么如此以来的话呢 它的全年股息派发额度 3.5除以20 差不多呢 就是17% 如此高的派发力度 咱们别说是什么银行了 两家银行加起来 也比不过它 那为什么它能够股息派发这么高 咱们就得说说 为什么过去12个月 铁矿石价格涨这么多 那毫无疑问的是呢 铁矿石价格的上涨 除了来自于中国率先 由于为了自己经济而实施的 大规模基建计划以外 另外一个重点呢 就是由于各国为了应对这次疫情 所以呢大量增发了很多货币 换句话来说就是 美元的实际购买力大幅削弱 应该说除了你的钱 没有增多以外 什么东西都在变贵 买车得等价格还贵 买房更不用说 股票价格也在上涨 牛奶鸡蛋西红柿 那也都是上涨 至少是20%以上 所以说美元的实际购买力下降 也导致了以美元衡量的 所有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 那么在过去年中 FMG以及其他的矿业公司 赚了如此多的钱 他们在未来一两年中 还能赚那么多吗 这一点是我们需要考虑的问题 那么根据现在的情况来显示 虽然铁矿石的价格 从高峰时期的 1300人民币一吨 下跌到现在的 800人民币一吨 跌幅是超过了 40%以上 但是如此高的跌幅 现在的价格 依然是2020年2月 也就是全球疫情爆发之前的高点 换句话说 其实现在的价格 再往下跌 10%到30% 这些矿业公司 依然有钱赚 根据FMG显示的数据 他们的每一吨铁矿石的 平均成本 仅仅只要15美元左右 乘以7人民币 大约就是 105到110人民币之间 那么以现在 800人民币一吨的市场价 它每一吨可以赚 整整是至少100美元 所以呢 你说这个不是暴利 还有什么是暴利 也就是说 即便是现在 铁矿石价格再往下跌 对于他们如此低的成本来说 无非就是赚多和赚少而已 在未来的一到三年中 我个人觉得 即便是中国那边的需求 有所减少 但是由于美国通过了 3万亿的基建计划 因此在大环境来说 对于国际原材料 特别是铁矿石的需求 将会在很长一段时间 保持一个相对强劲的状态 也许不会每年涨两倍 但是你说它要跌回疫情之前 在1817年的价格 我个人认为不太可能 所以以上就是咱们 今天针对FMG的评论 如果您想获取更多 有关澳洲矿业股的详细资讯 和详细股评报告 欢迎您随时联系我们的工作人员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